Fly IPA其实就装的时候比较费劲 好吧 Fly Windows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这是我们的内部项目 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进化论的项目 你们都可以在内部系统搞到的 但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应该几个月前吧 我讲过免费的那个进化论 那个进化论它的分支 注意啊 这有分支 它的分支呢应该是这个Master 那个进化论的分支 但这一次呢 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了 所以说呢 我去用了一个叫做FTDVPNJTA的分支 所以说呢 现在你要注意这分支是不一样的 分支是不一样的 注意一下分支 好 其他的呢 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用动 这个Docker太简单了 好吧 首先我给你看一下几个重要的配置 首先呢 它是Reduce 它要去添加网络设备 就是它的三类Client 在哪添加呢 是这个Client之间config的 那其实我主要要添加这个FTD就可以了 它的地址 它的密钥 这个就 这个类 这个类型好像也不是很 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这个地址和密钥很重要 还有这个Virtual Server Dynamic Server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这个主要涉及到策略 这个主要有点涉及到这个策略 Dynamic Server 它涉及到策略 好吧 这是Client 你可以认为这就是这个策略 这就是这个策略 好吧 那么今天就是主要把FTD做了 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一会儿呢 C8KV1呢 也要配合着做一些测试 所以你把它做一下呢 也行 它是用来测试用的 那么这个呢 这是主要的 好 这是那个Client 就类似于 我给你类比一下 就类似于ISC里面的创建网络设备 就这个玩 就这个 好吧 就这两个 好 就这样没问题啊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紧接着呢 就是这个LDAP LDAP LDAP LDAP呢 就相当于去 就家喻嘛 就相当于家喻 就相当于我们的外部组合 它不是用活动目录加的 它用LDAP加的 当然我是活动目录 它其实是LDAP加的 好吧 这个设置 我给你看看啊 这个我做了一些注释 可能会好一些 首先呢 我们的服务器在哪儿 用什么协议 用不加密的 LDAP 这个肯定是解析 没问题的啊 我们 pin free ipa.qy.com 这个肯定是解析 没问题的啊 我们 pin free ipa.qy.com 它其实不叫家喻 就是通过LDAP来提取 遇的信息 那么 它在什么地方 它怎么端口号 好 然后紧接着呢 就是这个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我想起来 这个密码 我不是他了 我应该是没有抗了 这次刚才我说的时候 没有没有抗 没有抗 OK 管理员的这个DN 刚才我说 这个很关键的吧 我说你要去搜索一下 比如说Admin 就抄死了 Admin 然后呢 你就能知道它的这个DN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填的就是它的DN 和它的密码 DN就这么来的 嗯 那你以为我怎么来的呢 DN就这么来的啊 DN 和它的密码 这也OK 好 然后BaseDN呢 就是说从Qi.com 这个网下去 去搜索 下面的资源 就在作用 好吧 那么TOS没有 所以TOS被禁用了的 这个地方是没有用的 就做失掉了的 好吧 OK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 什么东西呢 认为是用户名 这个用户 UID UID是用户名 UID UID 是用户名 UID 是用户名 什么是组 就这个 就他 还记得这个类型吗 刚才我创业的时候 这种类型的组 他搜索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组 OK 好 这是什么是用户 在这个域里面 什么是用户 什么是组 好 然后呢 怎么 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用户属于 哪个LW的group呢 就这个MemberOf MemberOf 就他 OK LW的组 就这个MemberOf 要把这个属性 加到这个用户的 这个LWgroup 这个属性里面来 当然呢 我这什么也不用改 我这个就是 默认就是 给做好了的 Docker嘛 反正就准备好了的 我当然呢 这个密码改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也稍微改了改 好吧 其他的就应该就 不太需要动了 这在LW LW说完 好 下面就是授权 授权策略 用LW的授权策略 看一下 如果LW过了 这这个条件语句 如果LW过了 然后紧接着呢 只要你是这个组的看好啊 只要你是if 你看这个条件语句很拿风 很牛逼 好吧 当然呢 其实就类似于 这个东西 其实就类似于这个策略级 但是条件语句 明显就高级一些 好吧 那其实就是 这比如条件嘛 这个其实也算是if吧 if这个组 然后怎么递 是吧 我们也是啊 基于这个 LW的group 你看 只要是MemberOf 就把这MemberOf属性呢 加到LWgroup里面去 只要你LWgroup是这个 是这个组的 其实这个FreeView是挺好使的 只要你是这个组的 OK 然后呢 我就给你 class 还记得class吗 class 刚才我们一直在测试 说这个class 25号属性 就给你授权这个group policy 当然了 如果说你让授权15级 当然今天跟15级没有关系 但是上次我做进化论的时候呢 就授权的登录设备的15级 那这个也就顺便 给他加上了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用嘛 但是今天主要把上面这个加上就可以了 OK 那就给他既授权15级 也授权这个group policy 基于这个条件 LW只要过了 基于这个条件 就给他这个授权 就没了 好吧 好 如果说呢 然后呢 是多颗范儿吧 多颗范儿啊 我们是LW服务器 所以说激活这个就可以了 本地服务器要激活这个 本地服务器相当于是他 本地服务器呢 就是本地服务器很二的 你看这个用户名密码 这个这个多麻烦 是吧 用这个本地多麻烦 本地创建账号太不科学了 所以说呢 FreeReduce呢 确实应该跟FreeIPA来配合 这样的话放到这个组 然后基于这个组呢 我们就给他授权 要方便很多 本地创建 当然我们不用本地创建 本地创建还是很麻烦的 好吧 那这是策略 这相当于是策略 这相当于提升域 这向 指定客户端 就没了 就没了 好吧 然后呢 Docker Compose 开放短口号 DNS服务器 因为它 连接的时候 是有DNS的 对吧 这是DNS的设置 当然呢 也可以不用DNS 也可以用主机映射 主机映射也可以 因为FreeIPA.QA.com 也是10.1.1.1 202也没问题 好吧 好 那么我把这东西传到 FreeVidios上面去 FreeVidios 应该就传到这个目录 然后呢 我就Docker Compose 它就拉起来了 就好了 当然了第一次呢 它Build可能要费点时间 它拉近线可能费点时间 但是我这个 Build过 镜像也拉过 所以说呢 就比较快 它就好了 它就好了 好吧 那其实就算配完 那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测一下 继续测一下 我们在 我们还是拿录务器 在C8K V1上面 我们 C8K V1 这 我们再添加FreeVidios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Vidios服务器 这是没问题的 好 然后呢 紧接着我们Terminal Monitor 我们Debug 我修Debug Debug都激活了的 没问题 那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测一把 超时 超时 我看看啊 这个有什么问题 FreeVidios啊 我们看看Docker Docker ts Docker logs my radius unload 客户端 211 unload 客户端 我看看我有啊 这怎么就unload了 我想讲啊 unload客户端 为什么会unload呢 我想讲啊 我对我应该全部传上去 全部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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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可能传的不起 然后呢 Docker compose 先给他 Docker 再给他重新build一下 再给他重新build一下 再重新拉起来 看他可能传的不起啊 重新来啊 再测一把 OK了 是吧 应该刚才是没有传完啊 全部传 全部传上去 好吧 然后呢 重新去给他build一下 然后再拉起来就好了 这次测应该没问题了 这应该就 就测过了 好吧 然后呢 能够我们看一下啊 25 有 15级 有 没问题吧 授权都是好的 这个测也是测过了的 表示我们的 free videos 那边好的 好 首先 我们测测过了 看到效果 呃 group price也有了 15级也有了 free videos呢 我们可以再看看日志 日志还是很重要的 我 我错的很惨了 其实 没有看起来这么帅 我死的很惨 啊 Docker ps Docker logs 这些排错 我经历过很多次 首先看看这个 有没有把这个加到 LW group里面去 啊 条件 LW好不好 然后呢 有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之后 有没有把这个 把这几个结果给他加到授权里面去 都是ok的 好吧 好吧 如果说没有加 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个组 他不会加进去 如果LW type 不对 他这个是 也也不会是处的 然后呢 如果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也不会是处的 好吧 也不会给你update这个reply 把把这两个属性给你加进来 好吧 我错了很多遍 我这错了一天多好吧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帅 比较简单 Docker嘛 我这个准备好了 我就不怕错 绝对对 好吧 这个都蛮好的 ok 但其实当年还是真的很困难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好 那free radio是ok 然后我们 好 在我们要创建 在fmc上创建这个radio server group 刚才没有创建它 我们继续 我们到fmc 再创建一个 再创建一个 刚刚只创建了ise的 再创建一个 再创建一个 qit free radius group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它的地址是2010.1.1.201 然后 外部接口 好 这个好了 好 这个好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再创建一个远程不好维心的 connection profile 其实就tunnelgroup 啊 又来了啊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添加一个 叫做 free radius connection profile yourgroup person 是 授权的 所以说呢 用这个modan就可以了 那地址词也不用管 你只要把它改到free radius radius上就可以 别名也需要做一个 叫做 free radius 就好了 好 就可以部署了 保存 部署 这个做完之后呢 继续在ftdd这边再做一个测试 console 然后一会儿我还是拿这个贴一下 Fdd做一个测试 我在图形画界面里面贴 这样好贴一些 然后在console里面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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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啊 这个明显应该叫做 Qi Qi 不是Qi T 我这还真就不叫Qi T 叫做 free radius 我看我这个3F 服务器怎么写的 好了 这个应该没有QiT开头吧 真有QiT for a videos group 用户 用户也不应该叫这个应该叫ica-vpn user 这个地址也不省 这个是201 成功 看console 有吧 事务集 free radius group policy 这个测也没问题 要是这个授权 都是好的 认证也是好的 好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我们测一把 点连接 要ISC就选ISC 要free 就是free 这个时候是IPCA VPN user 没问题吧 没问题 200 没问题 没问题 OK 然后呢 再 修vpn sessiondb anyconnect 看看授权 问题 对吧 group policy 授权也是好的 好 那这基本上就也差不多了 好了 OK svpn 咱们也算讲完 那么剩下呢 我们花一点时间做个lan tolan 就搞定 lan tolan 就比较简单的 lan tolan真的还比较简单 好